林毅室最后还是摘了认罪了 最震惊的呢恐怕就是他的委任律师赖素如了 因为他从一开始呢就深信林毅室的清白 上礼拜五呢还陪这个林毅室呢开完记者会再去按铃啊 笑着说呢对林毅室有信心 好了林毅室呢本来嘴还很硬 一直到这个检察官在问人他最后一次哦 你不要糟蹋你最后一次可以这个自白的机会 林毅室才回头说要跟律师讨论一下最后才认罪 那个时候赖素如是怎么跟他说的 而且呢看到这个赖素如昨天凌晨四点的时候 出来跟面对媒体还有在脸书上说不敢相信 一直到昨天晚上整个像泄了气的皮球 在摄影机包围下暗邻控告媒体毁谤 这是五天前林毅室到市林地检署的画面 当时他和律师赖素如两人还自信满满 6月27收会遗云曝光后 林毅室找来国民党御用律师赖素如 隔天陪同召开记者会亲自背书 一直到7月1号林毅室被特征组传唤 律师都还是同进同出力挺到底 没想到案情逆转赖素如自己都很讶异 他在领初po文说自己一直都相信林毅室 看到相关证据却又不得不相信 但最后一刻林毅室认错是正确选择 林毅室先生他已经觉得他做错事情了 而且他也坦诚那他觉得很对不起他的家人 也对不起提醒他的长官以及社会大众 相较两天前赖素如陪同林毅室夫妇到特征组问讯 当时律师脸上神情轻松挂满笑容 就是因为相信林毅室是清白的 但没想到过了12小时征讯 林毅室坦诚犯行 赖素如就像陷了气的皮球 脸上只有潮碎 其实心里更是难以承受如此大的打击 外传赖素如在林毅室坦诚犯行后 心灰意冷 已经决定打完宣押亭 就要解除委任关系 当选无效的胜诉远比选举无效胜诉来得更有意义 为什么呢 这告诉我们说作弊的人是会被抓到的 赖素如曾经在联送总统选举 以及高雄市长选举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能力深或蓝莹肯定 被视为国民党御用大律师 如今选择退出 剩下另外两名律师丁忠元和李传侯 官司战也将受到瞩目 中日新闻台北综合报道